感动 央视主持人对话全红禅 有深度有格局 打脸跌位记者 就在南方记者朱小龙质疑全红禅 没文化作为一个人这事过去没多久 没想到央视出面 在面对面节目中 对全红禅和陈玉希进行了深度采访 在整个采访当中 全红禅回答得特别有深度 特有格局 让咱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全红禅 这同时也是对质疑他的南方报业记者朱小龙 最强有力的反击 面对面的主持人是董倩老师 这场访谈啊 就像是检验媒体职业素养的标准 特别温暖 咱们的跳水小将全红禅 在这儿呢 把心里的话都道出来了 说了好多真心话 跟以前采访截然不同 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全红禅 全红禅拿了金牌 也并没有特别开心 董老师大赞 全红禅是冠军 全红禅却说冠军而已 并没有表现得十分开心 全红禅坦言 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之后 也没有特别开心 全红禅之所以不是很开心 主要还是考虑到了 队友陈玉希的感受 上一届奥运会 也就是京东奥运会 全红禅拿了冠军 这一届也是他拿单人冠军 他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对呀 毕竟陈玉希也很不容易 训练也很辛苦 所以他跳完后 第一时间去拥抱陈玉希 第一是鼓励 第二是安慰 不过全红禅也表示 无论是谁拿了冠军 都没关系 都是中国人 因为国外很多运动员 也想要拿跳水的冠军 在国际比赛中 要确保冠军一定是中国队的 他们之间是队友 是合作关系 从这一点发言 能看出全红禅虽然年纪小 但是却很格局 全红禅太累的时候 也会不想早起 大家都知道 当运动员训练是非常辛苦的 董老师问 你有没有累得每天早上 不想起来的时候 对此 全红禅的回答很真诚 他说 有 闹钟响了 觉得在床上特别累 也是不想起来 在床上就一直躺着 早操也没有去 此前 巴黎也有记者问全红禅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记者问的 就很浮于表面 那个记者的问题 你留给我们和公众的 都是快乐 别人都只关心 你飞得高不高 但你累吗 这个问题就很假 看上去就努力地告诉别人 我却只关心 你累不累 你看 我的问题很独特吧 当时全红禅听到这个问题 直接回答说 你这问题问的 谁不累啊 两个记者提问 高下立判 一个娓娓道来 一个很突兀 网友戏称 从这个问题上 深刻感受到了采访文化的艺术 全红禅回应被称为天才少女 董老师问 人家都管你叫天才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天才 全红禅的回答也非常富有深度 他说 我觉得我跳好了 然后把训练做好 那一刻才是天才 天才也没有那么 也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吧 也是其实 这里每个运动员都很刻苦吧 我也可以称他们每一位都是天才 对于这个回答 全红禅的回答非常真诚 务实 他此前也曾说过 天才也是练出来的 其实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天才 一个个动作不去练习 就不会有天才的存在 在天才 不练都是空的 全红禅的跳水动作 一开始也是炸鱼的 全红禅说 22年的时候 207C这个动作 一直都是在摔的中当中吧 董老师问 能摔成什么样 全红禅回答说 摔平吧 董老师问 人拍下去是怎么的疼法 全红禅回答说 就很痛吧 就感觉很多蚂蚁在身上爬的感觉 你脸很痛 身体内前面跟后面都比较痛吧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 教科书式的跳水 其实一开始也是炸鱼的 水花四溅 其实每一个天才都是练出来的 如果不是日复一日的炸鱼练习 怎么可能呈现这么完美的效果 采访全视频 以上只是视频的一部分 全视频在这里 欢迎大家点开观看 央视的采访就是不一样 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全红禅 和大众眼中不善言谈 谈吐不佳的印象 截然相反 从央视的采访中 我们能看出 她是一个玲珑剔透 很聪明 很有智慧的女孩子 这行采访 搭理了很多跌位十足的记者 这场访谈意义非凡 它不仅仅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 全红禅的真实一面 以及她内心深处的坚强品质 同时也给如今整个媒体行业 敲响了一记警钟 要知道 新闻报道的根本目的 绝不是为了单纯地吸引大众的眼球 从而去夸大其词 胡编乱造 而是应当实实在在地尊重事实 尊重每一个被报道的对象 给予他们应有的公正和尊重 就像董倩这样的记者 她在访谈中展现出的专业素养 人文关怀 以及对事实的尊重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学习的榜样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采访 去报道 如何去传递真实且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 反观那些嘴巴欠揍的南方报业记者 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热度和流量 不顾事实真相 随意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样的行为是极其错误且不可取的 他们迟早会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 被时代所抛弃 所淘汰 毕竟 在这个信息越来越透明 大众越来越理性的时代 只有那些坚守职业道德 尊重事实的媒体人 才能长久地立足和发展 写在最后 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全红禅 都愿意保护全红禅 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 她是农村孩子 代表了全国农民的样子 第二 家里穷 一个才十来岁的小姑娘 硬是靠着自己拼命努力 把家里变好了 把村子变好了 甚至把那一片地方都变好了 这可真是个大奇迹 第三 她实实在在 没什么包装 就是自己努力成功的单纯小姑娘 最重要的是 她年纪小小的 在跳水项目上 把世界都征服了 拿到了以前 从来没有过的 十连判满分成绩 这在历史上 从来都没出现过 是个奇迹 她这么厉害的成绩 让外国人佩服的不行 啥话都说不出来 给国家跳水 弄了个特别出彩的事 冠军虽然多 蝉宝这个冠军 肯定是今年最有价值的 老百姓心里都清楚 该夸谁 不该夸谁 心里明白着呢 反正靠自己奋斗出来的明星 比那些故意包装的明星墙太多了 赛后拥抱陈玉希 全红蝉回应 得冠军没有很开心 心疼陈玉希 央视记者采访全红蝉 拥抱陈玉希的时候 在想什么呢 全红蝉说出了心里话 得了冠军 也没有特别开心 我肯定知道 她很辛苦 刚刚夺冠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不该拿这块金牌 原来全红蝉 是在为陈玉希感到心疼 回顾奥运 夺冠后 拥抱陈玉希 巴黎奥运会女子石米 担任跳水决赛 全红蝉和陈玉希两人 本是亲密无间的队友 此时在赛场上 却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最终两人都发挥出色 代表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 甩了外国选手几十分 全红蝉夺冠后 陈玉希看起来有些落寞 全红蝉喜极而泣 但心情也特别复杂 她看到了陈玉希这些年的辛苦 在想自己连续拿了两戒金牌 是不是有些不对 她为陈玉希感到心疼 结束后跑到陈玉希身边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两个善良的人相遇 在自己最强的时候 陈玉希遇到了全红蝉 这个更强的队友 但她认为 和全红蝉的相遇是幸运的 如果没有全红蝉在 自己可能很难达到 450分的水平 在被问到 有没有感觉追不上全红蝉的时候 陈玉希笑了 大方回应 有啊 现在都有 但是她没有心怀不满 反倒感谢全红蝉带来的压力 让自己的水平 有了大幅度的回升 跳水双子星 亲密好伙伴 一个跳水天才横空出世 正值巅峰之时 却遇到了另一个天才 不禁让人感慨 既生鱼和生亮 但两人的关系 并不像诸葛亮和周瑜那样紧张 相反 他们俩在赛场上是跳水双子星 有合作也有竞争 在私下却是亲密好伙伴 有欢笑 也有打闹 因为陈玉希比全红蝉大一岁 所以全红蝉私底下叫她陈姐姐 在从巴黎奥运会回来之后 他们就出去逛街了 一起逛街 撸猫 吃火锅 满满的松弛感 网友热议 双向奔赴的友谊 两人相互支撑 做彼此坚实的后盾 姐妹之间相互理解 惺惺相惜 全红蝉着急的找陈玉希拥抱 陈玉希张开双手等她到来 这是双向奔赴的友谊 比起个人的输赢 他们更在意的是把金牌留在中国 这就是双向奔赴的友谊